大家好,我是大刘 每逢清明前后就是吃春笋的季节 今天就来做个油焖春笋 简单美味,不用一滴水 出锅鲜嫩爽口,非常的好吃 刚出土的春笋像这样划一刀 一层一层的包去外皮 根部焦老的部分,我们削一下 然后对半切开 再用刀拍几下 这样春笋更容易入味 切成段就可以 油焖春笋不需要料头 锅里放比平时炒菜多一点的油 再来一块猪油焖出来更香 油热倒入春笋 用小火翻炒,炒过一分钟左右 将春笋炒透,炒出香味 然后倒入红烧酱油 加盐和糖调味 继续炒匀 油焖春笋不要加水 可以倒入适量的黄酒 大概焖个两三分钟 焖熟后稍微收一下汁 再来点麻油 翻炒几下后就可出锅 这样一道油焖春笋就做好了 鲜嫩爽口 属于硬季的美味 做法简单便宜又好吃 喜欢的可以试一试 更多家常菜请关注我 每天都是嘉丽的味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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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